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在贵州省前西南州侧亨县的大山里 有一位老婆婆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她呢 耳不聋眼不花 平时还自己挑水做饭 精神好着呢 可最近啊 老人家就一件事 愁的是茶不思饭不想 那她为什么事发愁呢 原来是干旱 让她家门前山上的树都枯死了 要知道老人家看护这片山林 已经有五十多年了 这一下全都苦死了 她能不难受吗 下面我们就跟随这位名叫 刘远珍的老人 一起去看一看 一到侧亨县地界 就能看见一个牌子 山水侧夜幸福亨通 也许是寓意着 侧亨是个山美水美的地方吧 可是驱车再往前走 记者却发现 虽然已经快五月份了 可路边的山上 却是一片枯黄 让人体会不到 山水侧夜的味道 在扑妹镇双喜村 一个激进干涸的小山塘边 记者见到了 正在挑水的这位阿婆 老婆婆名叫刘远珍 山塘如今快干了 虽然不太干净 但阿婆说 这里的水 就是他家的生活用水了 得知是来看树林的 刘阿婆放下水袋 就带着记者上山了 这座山不大 山上的树看上去很茂盛 树的品种也很多 但大多是灌木 满眼望去 山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树木 都已经枯死了 阿婆说 这片林子少说 也有上千棵树 自打从它出生就有了 以前满山都是绿油油的 很是好看 刘阿婆一直都是 这些山林的义务护林员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平时自己都舍不得砍一个树枝 没想到 今年一下树木全都哭死了 这让刘阿婆非常心疼 心疼了 不心疼 我好可惜哦 山林虽然死了 可刘阿婆却仍然像老朋友一样 守护着他们 不准任何人去动一下 他们那个说 你好可惜哦 我好可惜哦 说干财 原来干旱造成了这里的山林 大面积干死 剧邦局长介绍 全线范围内这种情况还有很多 现在我们测横的这个 卡斯特地帽的 像这个山上的这些树枝 基本干死了 我们统计一下 我们那个受干旱 省市的林墓有35万亩 35万亩 其中的成林面积 有17万亩 又林新造林面积的 有这个18万亩 从我长到大我都没看到过 我已经已经70岁了 我都没看到过干了个实在 你看全部都干死鬼 你看这一坡 这二点可能是在地里面 它根子炸下去 品质都还有多少优秀的水分 一点水分都不得 如果说是咱们现在天下雨的话 像这种树能够活过来吗 不会活过来了 不会活过来了 它因为整个树都干了 它这个我们这个卡斯特地帽 它这个土层非常薄 土层非常薄 它根部基本上都干死了 像这个天气 如果再持树过一二十天 那我们卡斯特地帽的 那个山上的树全部死完了 刘阿婆介绍说 看护这片山林 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 在城里工作的儿女们 早就要接他去住了 可是为了这片山林 他选择了独自在这里生活 山上的树陪伴了他一生 可如今这些树都死了 刘阿婆有些失落 也有一些伤感 对于将来的生活 是留下还是离开 他也拿不定主意了 树木对保持水土 这个净化空气 含氧水盐 功能是非常强的 如果是这个干旱 再持续下去的话 那我们现老百姓的人机环境 生产环境 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卡斯特地帽地区的 像形成这个林子 至少要70年的时间 70年 如果是我们恢复的话 要恢复至少要100年 树林的大面积死亡 对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是长期的 一时还看不出来 然而竹林的枯萎 就直接影响到了一些农民的收入 在扑妹镇大陆村 有一个叫李克旭的村民 这几天就得为这事犯愁呢 今年38岁的李克旭 小儿麻痹症 让他从小就落下了残疾 家里除了同样残疾 不能说话的爱人 还有父母和孩子 一家人的生活 就靠这山脚石头缝里的 一点土地 贫瘠的土地 只能种一些玉米 可就是这样 今年的干旱 却让玉米种植晚了许多 他家一直都是村里的无保护 但自强的他 一直坚持自力更生 2002年 他跟别人学会了编竹框的手艺 一个竹框能卖到65元 而成本是15元 卖一个竹框 他能挣到50块钱 因为身体不好 他只能两天做一个 但这也能每月 为家里挣上750元钱 对于山里来说 这也是比不小的收入 靠着这个手艺 他正逐渐改善着家里的生活 销售都是可以 都只要变不出来 只要变得出来 都比较好销售的 可是今年春节过后 情况就有了变化 竹框开始降价了 今天主要是天干的火焕了 这好多它都是要 就是便宜了 原来是干旱造成当地 成片成片的竹林死亡 大量的竹子原料进入市场 按理说原料便宜了 成本也跟着降低 这价格下降应该也不受太大的影响 但是李克旭还是很发愁 那他究竟在愁什么呢 都是今天如果把这竹子干死了 就不晓得 不晓得经历我 边背都得去拿的 我自己有残废 不晓得这个 结果哪个人来做原材料了 原来一颗竹子 要长到能作为边框原料 最少需要三年 甚至五年的时间 干旱造成竹林这么大面积死亡 明年后年 这原料又将从何而来呢 侧亨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这种地貌的特点呢 就是地表土壤特别的薄 干旱造成山林的大面积死亡 可能引起水土流失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刘阿婆 李克旭这些当地人的生活 在各地政府的努力下 现在侧亨县的人畜饮水 已经不是问题了 可是干旱已经影响到 当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干旱的山林 枯萎的庄稼 记者深入侧亨 实地调查 探究干旱 到底给农民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一声声吆喝 是走马村二族的村民 在呼喊住在下面的住户 上来接水 在路上 记者恰巧遇到了 给这里送水的水车 听到呼喊 很快 村民们就三三两两 拿着各种容器前来接水了 二组是村里最远的一个组了 全组三十多户人家 为了让这里的村民不缺水喝 村里基本上两三天就来送一次水 剩下的水 大伙就抽到族里新秀的一个大水窖里 这样就能够保障族里的人 两三天内的用水了 三天四天这样吧 顺势 顺势还是可以饮用两三天的 这个组往年都是靠山泉水和雨水生产生活 这个水塘是村民们接雨水的地方 可今年早早的就干了 在村里干部的带领下 记者又来到了他们村里唯一的水源地 这是一个天然的溶洞 在洞壁上能见到水流下的清晰印记 可现在只有这个小洞的底部才能听到水的声音 村民们告诉记者 虽然干旱严重 可由于政府每天给他们送水 他们倒是不担心没有水喝 可眼看着春耕季节就要过了 这地里的庄稼才是他们最为担心的 村民李炳盛的地里中了三亩多蚕豆 要是往年早已是硕果雷雷了 可今年却干得成这样 往年比较好 反正整年都不行了 整年看着 还不三年钟 你看 已三年钟了 一三月 基本上干得不及过了 太少了 忘记点是从这里那么积极上去 太多了 你看整年这个都是不保密 都是啪的 除了蚕豆 另一个村民王年和年初种的小麦和油菜 也因为干旱而减产 往年要多 相近要多一半 多一半 今年这不成了 今年这收来可能 收来可能都改进了个八月 打成面条的话 可能改进了个月 小麦是这样 那它种的油菜又怎么样呢 这个炸不出油的 这个炸不出来油了 这个炸不出来油了 以前往年不知道干旱的时候 大块要几乎三百大 三百四百大 这个水是没米的 没米的 没米的 炸不出油了 天干了 生活不老火了 对于今年要种些什么 王年和有些犹豫 种水到水田 没水 可是要改种玉米 这口粮又怎么办呢 过段时间再不下雨 我们只有改种包裹了 测亨县的早熟蔬菜基地 是附近城市蔬菜的主要供给地 看着有不少的村民在地里忙着采摘 那这种种的辣椒 是不是没有受到干旱的影响呢 多少亩地啊 这个辣椒 四亩 往年的时候 这个四亩辣椒 你们家能收多少钱 两三万吧 两三万块钱 今年怎么样 今年四亩地 两三千块钱 四亩地 你看这个辣椒生病了嘛 这个叶子全部没有了嘛 你看现在 你看这个小的都养不活了嘛 去年的两三万 而今年才三千元 看来这收入真的是少了很多 那往年的辣椒 又长得会是什么样呢 一般都是 我们第一配是要少一点 一般都是第二配第三配 第四配 这两三配的话 都是很多 长得都是像 就是这样这样 真的很好掏的 像这样 我们三个人的话 一个早餐的话 我们一个人两百斤 真的很容易 很容易摘 今年我们三个人 你看我们一百斤都到不了 都比较小 你看都是这么小 都从来没有 这么长的很少的 村民们说 造成今年辣椒减产的主要原因 是辣椒得了一种叫 白虫病的病虫害 那这是一种什么病 它与干旱有没有关系呢 最严重的时候 比这种椰片还少 对 它说 百分之一感染了 就容易掉椰片 掉椰片 它没有光火作用 它就可能接辣椒 受到影响 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就是高温干旱 这个天气 这种高温 对蔬菜除了这种病之外 还容易产生什么病 还容易产生这个病毒病 肠痒病 还有这个枯萎病 牙虫 就是这种 因干旱引起的病虫害 导致辣椒大面积减产 而程度不同 也让村民的收入损失各有不同 既然是山水侧亨 侧亨县其实也是有水的 珠江上游的两大支流 南北盘江 在侧亨县与交汇 有着这么大的一个水资源 侧亨县怎么还会缺水呢 水侧它主在我们县的 低海拔的地区的 它主要是用于 这个龙丹电站的阀填 基本上给县城是20多公里 因为我们的农田 都是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对灌溉这块 没有多大的作用 陆局长介绍说 由于侧亨以前不缺水 所以并没有建设把水抽到现成的水利设施 加上距离和海拔的原因 要想把这里的水运到侧亨 一时半会儿可做不到 别看这有水 生活的这片水域的村民同样也因为干旱 受到了损失 那它们会有什么损失呢 在一片湾地 记者见到了达阳乡的养育户王建生 去年刚贷款搞的网乡养育 这场干旱让它损失惨重 守着这么多的水 怎么还会受到这么重的损失呢 水位的下降使得这里的弯地面积陡然减少 而水域的减少直接造成大面积鱼苗缺氧死亡 当初王建生上这个项目贷款了88万 个人筹资了40万元 而此次因干旱就造成损失达100万元 我是担心把这个再喊下去 我们这个疫苗一个疫苗都没有 我们是最担心这个情况 现在已经是死得多了这个疫苗 我们来看啊 对农业生产影响大 减产成定级 老百姓的收入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采访中王建生告诉记者 虽然他受了这么大的损失 但是他仍然对养鱼充满了信心 相信电视机前的年也很关注西南的天气变化 确实当地呢最近是下了几场雨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汗氢 但是由于过了种植水稻的农作物的最好季节 当地农民的收入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他们仍然需要我们大家的帮助 我们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 联合发起了手挽手甘霖行动 如果您想帮助他们 请按我们屏幕下方的方式显出爱心 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愁眉部长 哎呦太恼火了 面对如此困境 又是谁伸出了援助之手 社会的和谐稳定 离不开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高兴 我们不高兴啊 我们基本上这种菜的 这种雨的行动都会来的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 携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 共同参与手挽手工艺行动 展现人间大爱 手挽手工艺行动 千里宋伯伯 敬请收看